北京首都机场7月20日惊爆人肉炸弹事件 一名山东男子因遭城管人员暴力殴打之残 申诉无门 绝望之下选择了在机场引爆自制炸药 导致这名男子受重伤 索性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社会观察人士指出 随着中共暴政的进一步升级 将会有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民众 选择极端的方式控诉冤情 而机场爆炸事件就是中共大崩溃的前兆 据爆炸现场目击者证实 这名残疾男子先是在机场散发传单 被机场人员阻止后 又拿出自制的炸药高呼要引爆 在多次警告附近旅客保持距离之后 才将炸弹点燃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大陆媒体报道 这名残疾男子名叫纪中兴 今年34岁 是从山东到广东东莞打工的农民 在纪中兴2006年发表的博客文章中显示 2005年他在东莞 前期摩托车载客时 预警察巡逻查车 将他追到当地治安总队门口 多名治安队员对他暴力围殴 导致他下身瘫痪 但因家境贫困 无力治疗 欠债十多万 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制度性的问题 导致了上级部门下下授权作恶 只要你能保证我不出事 那你准备去达到目的我们不管 下级部门往往就无所不为 做出了大量的为了所谓维稳 而坑害平民百姓 集中性的遭遇曾经得到了两名大陆律师的同情 决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并向当地警方提出了行政诉讼及索赔 丹北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两次判处败诉 那两名律师也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力 最终不敢再多说话 八年来集中性多次上访 包括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和信访局投诉 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和解决 他的家人曾对媒体记者哭诉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有冤无出身 最终失去一切生活希望的集中性 选择了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冤情 然而这种机场爆炸事件 在大陆并非个案 从杨家沙井到山东腾家镇政府爆炸案 再到今年的厦门公车爆炸案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就是 都是绝望的访民和冤民 中国所有的这个问题 说到底就是一条 那是执政党 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受制约 所以他就为所欲为 这个不得所办的伤害民众 导致了很多民众 利益严重受损 手头无路投告无门 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走极端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武汉人权活动家秦永敏还指出 中共继续倒行逆施 将会使这类个案的极端事件 变成全社会性质的矛盾 这都是制度的必定 在一个情况下 形成了关闭民反的局面 所以走极端的人越来越多 北京韩军这个爆炸案 应该说是中国社会走向大动脏的一个警示了 一个信号 21号晚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 引述纪中兴的兄长 纪中急的消息说 纪中兴在山东合泽 眷城县老家的父亲已被当局控制 纪中兴被送往北京鸡水摊医院 截之后下落不明